诸位教授 老师 你的音乐 感恩 敬爱的诸位法师 诸位教授老师 还有我们的贵宾 金社师傅 还有我们所有的慈祭家人们 大家早 早 昨天的论坛 非常的精彩 从早上 我们的这个开幕 到专题的演讲 到我们的后来的专题研讨 早上8点40分开始 到晚上将近六点半 总共有22位的讲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以及指导 Venerable Master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Esteemed Guests Dharma Masters of the Abode And all of our慈祭 volunteers Greetings and good morning Yesterday our forum was a success From our keynote speeches To our panel discussions We started at 8.40 And at around 6.40 at night There were 22 speakers To grace the stage 现在为今年 慈祭论坛的第二天 的第一位 来为我们致辞的 是慈祭大学 王本荣校长 来为我们分享 让我们欢迎 王校长 Let us welcome 慈祭 University Principal Dr. Wang Wang 尊敬的 我们所有来自海内外的 我们的教授学者专家 还有我们各位亲爱的 我们的慈祭的师兄师姐 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那今天是论坛的第二天 那容我代表主办单位 再次跟各位表达 最高的敬意与谢意 由于各位的参与与付出 让论坛更加的 丰盛以及成功 那今年论坛的主题 是一个活教的普世信 活教的普世信 以及慈祭中美的开展 那现在就让我以 二十分钟的时间 来以 以作时空中的人间 活教的词事与录事 来表达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 也请各位多指教 好 首先我们来谈到 以作的本体论 那我们知道 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 十八世纪的启门运动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演化论 到二十世纪科学相对论 量子论以及分子生物的一个发展 让西方的教会的前为直接的思维 甚至神也被换死了 那现在以相对论 探讨宏观的世界 以及量子论探讨的围观世界 已经纳入我们对宇宙整体的体系中 那特别演化论到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也破解了我们的DNA的酸螺旋结构 也解开了遗传跟生命的一个奥秘 但是这是一个科学化学主义 科学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解答 我们根本的一个存在的问题 没有办法定义意义 也没有办法明辨思辉 所以宗教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探讨 佛教是不是合乎宇宙的科学精神 那我们从1992年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一个探索 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宇宙是从137亿年前开始 是无中生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宇宙从零时间零空间 透过一个inflation暴涨 然后再经过一个big bang 所谓的大霹雳 然后随着时间开展空间 成为一个无垠的一个宇宙 那现在宇宙有多大呢 宇宙是不停的还在扩张中间 从一个相对论 我们很清楚知道 太阳系直径有45亿公里 银河系的直径有10亿关联 那关联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它是一秒能够行走30万公里 所以它不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它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那银河系有10亿关联 现在可以观测的宇宙 至少有200亿关联 所以我们说宇宙是滔天腕籍的 那从我们的物质 跟所有的我们人类的生命 其实要回归 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原子 原子就是一个围观的世界 它是由子子跟宗子 所构成的原子核 跟在外面旋转的电子 所构成的 那子子跟宗子 又从更基本的一个夸克 所构成的 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围观世界 原子是非常非常的小 它是10的 互10关公尺 那像电子跟宗子的基本粒子 甚至已经下修到10到18的公尺 这么一个微量的一个世界 那我们来看整个宇宙 它其实是无中生有 其实也不是无 它是一个真空能量的暴涨 然后经过一个大霹雳 进行了一个能量物质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首先产生的基本粒子 夸克跟电子 那随着宇宙温度的下降 三个夸克会结合为子子跟宗子 然后三分钟以后 子子宗子又结合为原子核 38万年后 电子跟原子核结合 就成为所有宇宙跟物质 过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单位 那宇宙就形成于137亿年前 现在还不断的在扩张 那我们的银河系在121年前 其实也是宇宙1000亿个星系之一而已 银河系有2000亿个恒星 太阳也是其中之一而已 那我们太阳形成于50亿年前 地球是46亿年前 那我们在任元经里面看到 我们任元经的宇宙是什么 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代表我们任元经的宇宙 这个宇宙已经有时间跟空间 同时开展的观念 时间空间相生相灭 相生相成 那其实我们在任元中 就跟宇宙现在是完全符合的 而且他提到如来场中 性色真空 性空真色 也就是代表职能 能量物质化的一个科学的一个精神 那他提到说空生大结宗 这个空从一个能量来 就像海的一个小的泡沫一样 所有宇宙的有落为成果 皆因空所生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任元经已经把宇宙论的科学 表达得非常的一个清楚 那地球是以十四一千七百公里自转 自转一周升为一天 那一万七千公里 绕着十万七千公里 绕着太阳转 一周为一年 那太阳系又以 七十七万八千公里 绕着银河系 绕了一周二点五亿年 所以我们天体的运行 大小互融 交涉无尽 相互牵引 制成刺细 那这跟华元经 其实描述的也是不抹而合的 华元经讲 一围城转大法轮 一豪端见十翻岔土 整个华元世界就是 大宗可以设小 小宗可以设大 一切可以入一 一宗又可以容纳一切 那跟天体的运行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真空是物质不存在的状态 一旦获得能量 就可以转备为物质成为实质状态 所以科学的信空 以 活学的信空跟科学的正空 一一起同工 它不是断空 它代表着无限的可能 无限的包容 无限的变动 以及无限的因缘流转 那在物质跟原质 这个实相 其实也是实相回相 我们讲原质是最基本的单位 法华金同样讲 三千大世界围城室 这个围城 再把它分析 就变成零溪层 那就再进一步更稀零溪 又及时空性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 这个空性能够伸出色相 那科学从真空 发展为基本粒子 形成原质 变成宇宙所有的物质生命 跟活学从西空 变成零溪层 变成围城 变成大仙世界完全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金刚经讲的 跟我们心经讲的道理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科学的角度 更加的能够透彻的明白 那相对论是一个宏观的世界 它是一个 它讲的是一个能量等于质量 就是等于一个 能量可以变成物质 物质也可以变成能量 这个跟我们信空真色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那相对论其实在观世中间 与爱因斯坦的角色 时间就是等于空间 所以宇宙也是时间跟空间 同时构成的 那在量子论中间 我们提到的测不准原理 量子叠加的一些原理 就跟我们佛学里面的 实行无常 知法无我 甚至有我们的菩萨可以千百亿化身 其实它的道理也是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佛法其实的真谛就是真空妙有 那也是一个 无也未曾有 非空之空为真空 有也未曾有 非有之游为妙有 它的延起信空 物质有成至坏空 亦是有生至异昧 生命有生老病实 跟现在的科学 其实是完全是不抹而合的 那我们从演化论 跟我们的分子生物学的角度 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 是一个酸螺旋的结构 那也从这样的一个科学 我们印证了 所有的生物都有相同的实质 而且有相同的四种解析的基因密码 只是排列的差异性 造就了地球 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 活法的众生平等 众生同源同种 那我们可以看到基因的距离 每一个人的差异 不会超过0.1% 它的排列 我们跟500万年前 跟我们的黑猩猩分道扬镳 在演化的路上分开了 那黑猩猩跟我们只差1.23%而已 所以插之毫里 谬以千里 我们已经探索宇宙 黑猩猩还在森林里面 所以活头告诉我们 人生难得 精以得 更重要的是 活法难闻 精以闻 好 那我们进行我们第二个探讨 是人间的实践论 那我们的音顺导师给上人六个字 为佛教为众生 所谓慈祭的中门的开展 不但是开示误入 更重要的是一个行佛之见 是一种实践的 活法的一个人间菩萨道 那活头告诉我们什么叫活教 他说知恶莫作 众善后行 自尽其义 就是主恶修善断后 那上年也开示我们 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 生活的教义 充分的表达 活教人间化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都很清楚了 慈祭在50年前 是从慈善开始的 然后进行了慈善医疗 教育联盟 还有国际症灾 社区志工 骨髓见证 以及环保 环境保护 我想四大霸印 各位都已经很清楚 我就不再跟各位 做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大霸印 全部都基于我们 活法的行佛之见 它包括文身旧枯 开明起雾 声光管行 立即众生 好那我们就从 从我们医学的角度 其实我最震撼的 因为活头2000年前就讲 头目水脑西之于人 不过在那个时代 只是神话 根本不可能办到 但是现在的科学 让活头的一言成真 所以医学科技一刀两刃 也容易延伸 伦理议题 必须要有 人文跟 缓形的创造 宗教的教育是 一体的两面 容易造成 人神冲突 所以必须要 顺应时代的变化 来实践宗教 基本的一个精神 那像器官见证 我们可以自然延传生命 也让自己的部分生命得以 延续的自他利他自利的一个行为 那骨髓见证 让细胞种族的血液干细胞 能够穿越时工 因缘合合在一个即将 映昧的身体中 重新拦起生命的火花 众里行他千百度 纳连正在骨髓资料库 这是何等 专业的一个 一个 一个人间的一个 科学跟 科学的专业跟 活法的大爱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更发展到 大体见证 大舍之爱 上人以活法最高的精神 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 不愿生死 不着内藩 不见一切相 重现一相不相离 打破华人 入土为安的观念 所以现在有4亿 4万个人 把大体见证给慈继大学 我们就称为大体老师 这样融合一个 人文教育跟生命教育的解剖学 已经开展了 一个解剖教学的一个新视野 因为有4万个人的一个见证 让我们得以将我们的解剖学 从传统的认识身体奥秘的大体解剖 提升到能够真的去救人 能够去救命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医学 所以我们目前词大每年要举办 六次的大模拟手势教学 让我们的实习医生 志愿医师 子智医师 甚至专科医师 在这六次的一个课程中间 可以学习 或者是精进手势的技能 加回到广大的民众 全世界的大学 都来这里的学习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中心 这也是我们人间菩萨道实践的一个 彻底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华尔街日报 以索业来报道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 不但是一个医学科学的教育 更是一个最好的生命教育 跟联文教育 那现代的人间佛教 就是以佛华出世的精神 陆世的边缘 应用现代金氏自用的智能 管召所有的专业的人才 从升官的大智 管行的大爱去实践活头的教育 营造善的工业 改造外造的环境 那从这样来提升每一个人的心灵品质 那我们很清楚 在联情中 其实最能够砥砺修行的 在联情中也最容易迷失自我的 所以在联间佛教的构成中间 我们还是稀疑不能离开 活华的一个普世的价值 一个宇宙的精神 所以我们慈悲跟智慧要悲智算益 真地跟实地要恶地融通 这是在慈祭中门开展 我们上人也非常秉持了佛教最基本的教育 来领导我们 来教育我们 好 那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 感恩大家的聆听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感恩王校长以妙语啊 为我们带来宇宙的宏观以及围观 科学跟佛法的相对来